快 快 快 葛 charm 葛 초 葛 charm 你走開 葛 charm 葛 charm 我醒醒了 你看看我 我是春花 你醒醒了 鬼呀 把他拉开 把尸体拖出去 草草不在 是 不许 你们不许碰他 他已经畏罪自杀了 你喊他他就能行吗 畏罪自杀 你明明就知道他没有罪 他何罪之有 我告诉过你 我看到一个太监 在吴皇后的饭菜里动手脚 你为什么不听我说 看是我们宗小义 情长大的好姐妹 你们就这样让他喊 要儿子吗 你们忍心吗 鬼畅 不怕 我去禀告皇上和太后 让他们还你一个公道 还你一个公道 公道 后宫是个事事说得清楚 讨得公道的地方吗 禀告皇上又怎么样 禀告太后又怎么样 鬼畅会活过来吗 不会 你只会害死的人越来越多 明白吗 把鬼畅拖出去 好好埋葬 是 鬼畅拖 来人呐 在 把春华带出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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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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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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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叔叔 买一个就好 单方买两个呢 我怕你跟我招 所以就买两个 这个是你的 你呀 心肠好是对的 可是你要记住 我们也不是什么大富人家 盘缠还是要省个热 我知道 进京赶考 绝非易事 考不取功名 对不起父母 你呀 记得就好 记得我都记得 大不了 今天晚上我不喝酒吧 把那流完全省下来嘛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别抢我的 你不会这么无情吧 大不了 你喝三杯 我喝一杯嘛 早知道你耍赖了 有个这么好的大哥 我不耍赖 我傻呀 别说 棍子 找鞋 别護公子 谁啊 没事菜 你 你可知道我是谁 当然 你是沆行无际 视别人生命如草剑的恶棍 我爹是大外 有种你别走 叫人过来收拾你 不用的 你走运 我也是朝廷官员 你有什么状要告 就跟我说 你 各位乡亲 此人行为大家有目共睹 闹事侧忌 见人不让 姿势生非已多气寡 你 你以为朝中有人 你就可以威非作胆吗 还没请教你爹高姓大明 是何官职 我们一起去朝廷平民连 我 我不跟你不跟你介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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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大侠高兴大临 在下行不更名做百姓 姓男单名放 久仰久仰 不敢 不敢 大哥 袁大哥 行了 你们两个玩笑够了没有 好了 想不到很久没见 以前那个毛头小子姚姚 如今已经成为翩翩的俊俏公子 要不是你今天跟你大哥在一起 我还真认不出来你呢 不会吧 袁大哥 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好 走 我们喝一个 好好聊聊 好 走 走 今天真是痛快 痛快 痛快 杨兄 你为了照顾弟弟 持了两件才进京复考 这份兄弟情真令人佩服 来 兄弟 我先敬你一杯 来 来 父母双王 当时他只有十几岁 把他一个人留在乡下 我不放心 来 科考晚一点还不是一样 我大哥若不是为了我 早就跟袁大哥一块进榜提名 为朝廷效力了 你呀 要想报答我 这次科考就高中状元 考试的事情怎么说得清楚呢 言而左之 左而言之 我一定会尽力的 对了 袁兄 你在京城做事感觉如何 两个字 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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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义 是做事不义 还是要做一个爱民如子 为百姓排忧解难的小官不义 袁大哥 难道在朝中为官 也有很多难处啊 凡人 凡人没有凡事 那就不是人了 对了 杨老弟 他任你金榜提名以后 希望你仍能有一颗爱民如子 为百姓排忧解难的赤子之心 我会的 对了 袁兄 你跟何良 张胜 他们还有联系吗 有 何良现在在河南当之中 张胜去年参了周太后外戚一本 现在被贬到了五度 真是没想到 短短几年 已经是物事人非了 看来杨勇出到京城 刚才在街上还没有逛够 不如让他先下去走走 我们聊我们的 袁大哥 还是你了解我 那你们先吃 我们先喝着 我先去逛了 我这个弟弟 仪表和文章都很成熟 就是这个小孩子的心性 一点都没有变 这是他的福气 有你这么一个大哥 替他挡风遮雨啊 可是 将来他高中以后 我也不能事事都照须他 京一事长一致 日后他自会打点 杨勇 你不必杞人忧天 但愿吧 本来这次你们出来京城 我应该带你们到处走走 但是 明天我要去济南办事 那就回来再去 行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干 雨 二兄 冠 给这通帅 是 皇上驾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把吴皇后当作欺世 哀家可把她当作自己的儿媳妇 眼下她死于非命 哀家怎么能不伤心 其实这事儿臣心中也有不安 但事情已经查明 下毒的宫女也畏罪自杀 也可告为吴皇后的在天之灵了 望母后不要太过伤心 她虽然 怕虽然已被非 可她毕竟也曾身为皇后 现在她一死 就有人胡乱说她是被宫女所害 这样躺死了 皇上能相信吗 你认为哀家能相信吗 如果我不怀疑的话 儿臣现在马上命令刑部翻查死了 你拭目好疑团 翻查 翻查就算了 母后知道翻查也没有什么结果 可是王儿 哀家要提醒你一句 你可不要再放纵你身边的人了 哀家不想以后这宫中成为徒长 母后言重了 不过儿臣紧急在心 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好啊 既然你有这样的承诺 哀家也就放心了 哀家还要礼佛念经 为吴皇后抄渡 你下去吧 那儿臣告辞 望母后 保重进去 吴皇后抄游身亡一事 现在情况如何 回禀娘娘 下毒的宫女赵桂昌 已经畏罪自杀 上宫局林思政已经向此案了解 那就好了 不过吴皇后死后 似乎宫中谣言四起 太后和皇上都好像有所耳闻呢 这件事你不用担心 本宫自会处理 王氏 你的办事能力如何 本宫心中有数 只要你安安分分为本宫效力 自然有你的好处 谢娘娘赞赏 没事了 退下吧 是 本宫败官 没有一个能替朕分享的 大事小事都得让朕分身 启禀皇上万妃娘娘驾到 臣妾参见皇上 免礼 谢皇上 贵妃啊 朕在批约走章 你先回宫吧 臣妾知道皇上近日辛劳 否则也不会这些日子都未能见到皇上 所以臣妾特地吩咐御膳房 做了莲子红枣茶 请皇上享用 不必了 朕现在并不想吃 皇上是否对臣妾有所不满 如果有的话不妨直说 如果臣妾真的有什么过失 也好做改善 但皇上如此态度 实在令臣妾不知该如何 你还是先回宫吧 既然皇上不说 那就让臣妾自己猜一猜 皇上不快 是否因为吴皇后之死 宫中甚多流言 所以会令皇上对臣妾有所谨 不提吧 就是不提不说 皇上心中始终有此一事 映月 把本宫的备入英勇之物 全部搬去吴皇后的寝宫 还不快去 是 娘娘 爱妃啊 你这是要干什么呢 宫中有传闻 说是臣妾害死了吴皇后 臣妾现在就到她的寝宫居住 如果吴皇后 她的在天之灵 对臣妾有所不满的话 就让她亲自来向臣妾所命 就算一死 也会好或留在宫中 寒冤受屈 百词莫比 就连皇上现在也开始怀疑臣妾了 这有何必呢 难道皇上要臣妾这样无声地忍下去 当日吴皇后打臣妾 臣妾只要求皇上赐臣妾出嫁 避免与她犯仇 并未要求皇上将皇后废去 这个决定 是皇上您的旨意啊 他日众人 却指我遇得专仇 逼得皇上废去皇后 如今吴皇后遭宫履毒死 却要将这个罪名算到臣妾头上来 皇上要臣妾 以后在宫中如何立足 臣妾都不如一死一求清白 爱妃啊 你别难过 朕心情不好 是因为母后责备着 所以朕身是刑犯 跟你没关系 皇上 那您呢 您可曾怀疑过蓁儿啊 朕怎么可能跟宫中之人一般见识呢 用皇上这句话 臣妾就安心了 现在 吴皇后的警工不吉利 你还非得搬过去 万一有个好歹的话 那你说怎么办 虽然宫中人多口才 但臣妾 一向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 只要皇上您能够 相信真儿的清白 其他人说什么 臣妾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那就好了 而且啊 皇上 该派人把营业叫回来 不要把贵妃之务 搬到吴皇后的警工去 是 麦菲啊 等臣批完了这些做到以后 再到你的功夫相聚 好吗 皇上尽着操劳 臣妾心情也不好 不如皇上 陪臣妾到御花园一游 姐姐们 也好 来 这里再添一笔 是这样 是这样的 皇上 皇上的喜怒 全息于万贵妃身上 皇后中毒身亡这么大的事 也不过扰扰数日 看来 我那三百两银子 总算没败夥 啊 我那三百两银子 我那三百两银子 总算没败夥 我那三百两银子 我那三百两银子 总算没败夥 我那三百两银子 是这样 好 我那三百六银子 我那三百八银子 好 是 我那三百一银子 我我那三百六银子 我那三百一银子 我那三百三银子 我那三百一银子 我那三百六银子 都不过 是他一人 春华这孩子 好处是热心 坏处也是热心 唉 我救得了他一次 救不了他第二次 他性情如此 在宫中是福是祸 就看他的命 好 现在呀可真是太好了 是 我们看 自从贵长死了之后 他就逢不受赦了 看他的样子日后很难有作为的 蹊巧 以后你就不用怕他了 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了 对不起是我说错了 我开马也追不上你才是 一直都是 我才不会把他放在里面 不过 我都是有兴趣打一条落水狗 喂 你怎么走路的 撞死我了 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吗 就是啊 不长眼睛啊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你还不得多 我只要他死你很难过 但你现在这样真的很让人担心 你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 还说没事 你呀 这叫万宁俱灰 对了 今天我跟郭公公去市集 买了一些祭祀用品 让你可以好好拜祭一下贵长 可是你要答应我 拜祭过后 就别再把这事 放在心上了 小孩子 谢谢 别客气 鬼祥也是我的好姐姐 可是 人死不能复生 你呀 别太难过了 鬼祥是冤死的 你叫我怎么能不难过 我们做奴才的 能怎么样呢 看开些吧 从进宫那天起来我就想 只要不声不响 做好分内之事 就可以在宫中安身立命 原来并不是这样的 我真不知道 往后该怎么过日子 现在最要紧的 别想太多 别说太多 你也知道 蹊跷他这个人 他无事也能生非的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那就好了 记住啊 别想太多 回车 回车 一路好走 转化 你已经尽了力了 别再难过了 鬼祥他是知道的 不 鬼祥就是信错了 我这个朋友 我没用 如果当年 他先跟七巧亲好 也许 也许林思政 会帮他出头 你别傻了 我虽然困在欢迎局内 不知道后宫的事情 但是我以前 也有听我弟提起过 有很多事都由不得人 别说林思政 就是李相公 他是对你很好 可是这事 他又能怎么帮你呢 春花姐姐 我们身在后宫中 要保命 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鬼祥的死 可能是他的命 你不要再难过 你不是说过吗 开心也要过日子 不开心也要过日子 如果你在这么责怪自己 只会拖垮自己的身体 我以前太天真了 总觉得只要我不在乎 只要我不跟人争 本得分分的 这一辈子 就可以在宫里 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原来不是的 不是的 你想哭就尽管哭吧 难过就别压抑着自己 但是等贵肠桑期过后 你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 好香 我可以吗 你一定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在宫中 找到安身立命的方法 你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五皇帝有心了 哀家正是为吴皇后之死 心痛不已 皇嫂自吴皇后进宫以后 一直对她疼爱有加 虽说与皇上琴瑟不合 但也应该不看僧面看佛面 怎么能大婚不足一月 便将皇后废掉 现如今又不明不白的死于非命 难怪皇嫂如此伤心啊 吴皇后之死哀家固然伤心 可是最让我伤身的还是这个皇儿 她居然迷恋上了 比她大那么多的万真儿 现在宫中出了这等大事 她不但不深究 还由着那妖妇在宫中胡作非为 皇上自幼性格温顺 一直受万真儿的照亮 但没想到皇上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登基继位 仍然离不开这个女人 这件事情 我责也责了 骂也骂了 可她非但听不进去 还和那个万真儿更是如胶似气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皇曹请放心 我这就去面见皇上 极力劝谏 我就不相信 一个小小的万贵妃 能敌得过你我叔嫂二人的礼剑 那就有劳五皇帝了 这皇上要是有朝一日能回头 那可是我大明江山的设计之福啊 我记彼你 武皇叔在门外求见 武皇叔 这不是派他去和南阵灾的吗 宣 是 宣武皇叔觐见 臣 叩见皇上 皇叔不必多礼 谢皇上 朕派你去河南阵灾 情况怎么样 回皇上 臣幸不如使命 已将朝廷的阵灾之物 如数地交到了灾民的手上 那就好了 皇叔周车劳顿 应该会复理好生休息才是 臣刚回到京中 京西宫中出了大事 皇上先把皇后贬为庶人 不出时日 皇后便香消玉云 周太后闻此事 颇为伤心 抱病不起 所以微臣才急忙进宫探望 此事已做了了结 全因吴皇后言辞苛刻 令宫女怨恨 因此下毒将她害死 悲剧于宗 不提也罢了 皇上当真以为 此事乃下人所为吗 武皇叔此言 似乎另有所知 后宫之中 谁最憎恨吴皇后 此人的嫌疑便最大 那皇叔认为真相如何呢 皇上 应该知道老臣所指何人吧 寻常人家 其切之间也会常有争承 何况朕已经将他废掉 有什么深仇大恨也将就此化解 朕以为此事绝非宫中争宠怀恨之事 那只是皇上一厢情愿的想法 老臣以为 万贵妃对吴皇后一直怀恨在心 皇叔 先皇临危时吩咐你 驻朕处理国事 但朕的后宫之时 望皇叔莫要妄加指点 二姐 皇上 朕护绝头痛难耐 引朕回宫 皇上回宫 皇上 请代老臣把话说完 皇上 皇上 张四季 你看春华 在哪儿好充值壮的 春华 我是怎么 教你吧 你怎么能在宫中 这样横冲直壮呢 哎呀 你怎么会闹 ME 我老臣 臭 你怎么会闹 你怎么会闹 我老臣 你们说 我就知道是你 我上公局虽有七思十二处 但怜气如之 一向相敬相亲 绝不允许同门相残之事 少春华 你犯此大计 有何话说 回礼上公 春华绝非有意弄伤七巧 只是连日来 我送洗的衣物 无故遭人弄坏弄脏 春华只想知道是何人所为 便暗中查看 没想到 却发现七巧进入处义房 把所有洗净的衣服弄脏弄乱 于是就想把他带到上公局来平礼 可是七巧用力挣扎 才是自己倒地受伤 绝非是春华弄伤的 七巧 可有此事 这 回礼上公 是下属丢失了两块厮守卷 让七巧到处义房找寻 想不到春华嫁祸于他 七巧不明所以方向挣扎 望礼上公明察 这是 当真如林思政所说 是 回礼上公正是如此 七巧只是到杂物房寻找失误 并无破坏衣物之事 林思政你丢东西便没有跟下属说明 岂有此理 难道我丢失物品还需向你说明 离上公 不管有何原因 也不该下毒手残害自己的姐妹 望离上公施以成见 离上公 这是 这是 我自有主张 是 邵春华因一时意气 误伤灵七巧 宪法进入吴恒殿 照顾老宫女 为期一个月 不得有为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明